字幕 페isse 哈囉大家好,我是 Может 哈囉我是 娜娜 娜娜、娜娜一起玩,這一次終於何題 已經開始幾個月了 但這一次呢,為了這個什麼主題所以我們要何題 就是其實一直來到還蠻多人會問 我也會問琼琼 分開問! 是關於韓國留學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決定先拍 Wrestling,影片 род 就是把網友比較常問的問題 然後實體列出來 整理一張超大的小鈔 然後列出來 然後我們各自回答我們各自的情況 那以後如果大家對於 就是不管是短期留學或是語學堂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先看這個影片就很清楚了 對 我們會做 就是我覺得大家比較感興趣的 10個留學有關的QA這樣子 我的話我是念首爾市立大學 那我們學校的情況是 他其實有一些學校他網路上 就會寫得很清楚他要怎麼報名 我有先用email就是跟學校老師稍微通過一下信 然後他就跟我說大概要怎麼申請 之後我就自己上網去download 我們學校的申請書的表格 然後把一些相關要的文件 郵局EMS然後寄過去這樣子 那立大是 他們網頁上 那個語言教育中心的網頁上有寫得很清楚 而且是有中文可以參考的 他上面就是你要寄什麼東西過去都很清楚 那跟娜娜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都是用線上申請的 就是他有一個線上登書系統可以報名 然後你再把你的那個 像是護照啊 護照掃描 然後跟 畢業證書還有大合照這些東西寄過去 還有入學生理表寄過去 這樣子報名成功之後就會收到那個匯款通知 我們是先寄證 我們是證 都是寄證本過去 所以一開始我其實也是有點緊張 因為就是怕東西被寄 就是我的畢業證書 對 因為我們要付畢業證書 然後寄過去之後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醫化嘛 然後我們就寄過去之後 大概 差不多時間到了之後 學校就會發那個 信通知你說就是繳款的部分 然後你就可以按 就是根據 學校給你那個單子 然後去做匯款 然後通知他你已經收到 然後就會陸續 學校就會發 申請的一些 入學的一些許可文件給你 那你就可以拿那個文件去申請簽證 第二題呢 就是花多少錢 這件事情真的超多人 宇宙無敵多人問 因為我 對 因為我自己準備的時候 我其實 我能理解 因為我自己準備的時候 也很 也很在乎 我到底要準備多少錢 才能出發 那因為娜娜是去半年嘛 所以半年 妳那時候是準備 我半年準備的是30萬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上網看人家的一些 嗯 心得分享 然後有些人說 他覺得一年準備60萬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半年30萬應該 OK 但是 就是實際上我覺得 半年30萬是還不錯 就是你 也不會說就是太可憐 就是都要吃 可能泡麵啊 或是吃 白飯配泡菜 就是我也是常常出去 嗯 吃一些烤肉啊 然後跟朋友就是去聚餐 吃青梅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會 東跑西跑 我那時候還去了紀州島啊 就是很多其他地方玩這樣 所以我覺得 半年的話 30萬其實是 蠻 蠻OK的 就是你也可以 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然後我這個金額是 所有連 學費啊 呃 還有我的住宿費啊 跟我的吃喝玩樂 還有我買東西回來的 就是我在那邊買的一些東西 甚至還包含了我從 韓國EMS寄回來的那個 幾箱那個行李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是去一個月嘛 但是這個錢不是除以六 不是半年除以六 因為有些 譬如說機票什麼的 是一定得花不可能 對 日期短就變比較短 我那時候 確實是花蠻多的 大概花了十一萬 所以每次 每次有人問我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包括機票 住宿 學費我花了十一萬 但是我真的買很多東西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也是第一次去韓國旅行 我第一次去就去了一個月 然後第一次去就很失心瘋啊 我走進去Toni Moni就花了可能幾千塊吧 I don't know 然後我還有一點就是我很喜歡去咖啡廳 所以我那時候幾乎每天都去咖啡廳 甚至有時候我為了挑戰 挑戰更多間我想去咖啡廳 我的時候一天還去兩間 所以我的花費是 我覺得花費在這裡是比較偏高一點點 那我之前有聽說有 之前上韓文科的同學 他也是去將近一個月 然後是大概九萬塊 這個數字也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數字 比起我就是買很多東西的話 九萬塊我覺得一個月的話差不多 第三題這題也不少人問 對就是人都有在問說 不會韓文可以去韓國念書嗎 對那因為我的情況是 我真的是三週的課程 那三週的課程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覺得很多人其實都是可能暑假的時候去 那其實也有人確實完全不會韓文 也可以也可以去 那他們就是可能考試的時候 分半考或是上課的時候就是用英文對答 那就從很基礎很基礎的開始學 所以是行得通 我覺得去上課是 短期課程的話是行得通 只是你平常出去買東西吃東西 生活上可能我覺得就沒有那麼方便 我的臉書是這樣 我覺得完全不會韓文的人也是可以來語學堂念書 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是教你學韓文的 所以你不會韓文但可以去啊 只是當有一些人他已經學過那他也是一級 那你完全沒有學過你也是一級 他可能會覺得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也許你會覺得老師的速度有點快 因為畢竟其實在語言學校 其實在韓國語學堂它是 我覺得速度很 就是速度算了還是跟你在台灣比起來會真的很快 因為你在台灣可能一個禮拜只上一堂 然後你上完之後可能就也沒有複習 那下次來的時候老師可能會簡單幫你複習一下 但是在語言學校語學堂的話就是 就是每天就是連續這樣四小時四小時四小時 四小時嗎 四小時四小時 這樣上下去 所以其實速度會很快 那如果你沒有回去好好吸收的話 你可能會真的有點跟不上 所以當然我覺得你韓文完全不會 你要直接來韓國念書 我覺得當然是很OK 因為在台灣學的進 速度其實是會真的比較慢 對不對 那因為短期課程就是三週嘛 所以大部分人就是待三週 或者是前後再多 大概一點時間可能加起來可能一個月 像我是去33天左右 它依規定是90天內是不需要申請簽證的 所以就是我只要買了機票 然後有護照就可以過去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登陸證或者是簽證的問題 那那那這個部分就有處理 具體上一期大概是十週 那不到三個月 那因為我們台灣一般護照的路徑可以待三個月 不一定要辦簽證 但是如果你是念兩期以上的話 你就需要辦理那個簽證 那目前其實申請簽證有很多種 那我們一般遊學的朋友會申請的是D4的簽證 那我那時候也是申請這個簽證 其實你去那個駐台北韓國代表 它上面網站都有寫說你要附上什麼文件 那我其實自己就是部落格上也有分享過 就是申請簽證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放在下面那個inbox的資訊欄 所以你們可以點進去看 我申請的是D4之1的那個簽證 那提醒大家就是簽證申請完之後要在三個月內入境 那如果你其實申請完簽證之後 突然要去韓國旅行或韓國出差的話 那他簽證就會從你進去的那天開始算 所以建議大家就先完成你所有韓國想要就是去的旅行什麼的 然後再去申請那個簽證會比較好 所以他那個簽證是當天很快就可以拿到 簽證的話大概要五個工作天 那我自己看我當時是 對我差不多是我是5月14號申請 我去年5月14號 然後5月19號就可以去拿了 那因為有的學校其實你在申請的時候 他會請你遞交財力證本 所以你在申請簽證的時候不一定要附上 他官網上說明一個財力證本 就是如果你是某幾個就是有在他們那個名單裡的學校 因為你本來就會給學校財力證明 所以你就不用再給辦事處這邊證明 那你申請完簽證之後呢 你進到韓國之後呢 在一定的時間內你要去換外國人登陸證 因為那個簽證其實只是你進去 那你之後還是要申請外國人登陸證 但像我們學校的時候CW他其實會幫學生統一做申請 那到時候只要去領資料就好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方便的 對然後有外國登陸證比較方便 因為韓國是才實名制 所以你有登陸證其實會 就是要例如說你可能要上網買東西或是幹嘛的 或是就是有一個名字這樣子會比較好 有一些會員卡也是需要要登陸證才可以勝敗 黎大有說黎大是有宿舍的啦 但他就是要排 然後那就是按照你報名的先後順序 那因為我那時候排到差不多六十幾號吧 所以我就決定 而且因為他住宿 宿舍又只能就是你課程的那一段時間住 那我因為我提早幾天去 然後我又延後幾天走 所以就變成我前後來要自己找住宿 那我就乾脆就是在外面住考試 就禮大附近找考試院 然後我就可以住滿我想要住的時間這樣子 我也是我也是住考試院 因為我們學校宿舍那時候也是排後 也是要排很久 那時候我可能今年剩下說到明年秋天才可以 就是明年秋天已經排到明年秋天 天啊這是在排一年後的宿舍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住考試院 那我覺得其實韓國住宿有分 大家如果有做功課可能會知道有one room 就是你一個房間裡面所有就是 有點像套房 套房 但是他的家具很齊全 因為我們台灣的套房其實 我覺得家具沒有那麼齊全 但是韓國可能會有 連煮 有一點點用餐煮飯 可能會有什麼冰箱啊 廚房啊 洗衣機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包的 我覺得one room應該是 我們講的這裡面價錢最高的嘛 然後再來還有一種是 和宿 就是下宿 就是你可能住那種 有點像 像大家都有看 回應吧 94 他們裡面那些有點像是下宿 就是大家學生這樣一起住 然後有那個阿姨會煮飯給你 再來一種就是考試院 其實我覺得考試院 就是韓國朋友聽到你住考試院 他會覺得 你住考試院 有點可憐 因為他其實房間真的很小 真的很 差不多 我覺得可能是家裡比較大的廁所 就是 我有住過有廁所 住過沒廁所都住過 可是我後來覺得 如果你考試院是乾淨的 其實沒有廁所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廁所便利 你要自己掃 可是如果你是光用廁所的時候 阿姨會掃 對啊 那因為我自己是 滿方便 我就是不喜歡等廁所 所以我還是 我住有廁所也有未遇的 我就是進去房間之後 我不想要 我就是可以很隨意 不想要再還要出去還要換衣服 什麼之類的 我是住 那我是住有廁所有未遇的 但價錢就是比較高一點點 但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要待超過可能半年或一年以上 我覺得你去租one room會比較好 因為我當時沒有租one room 也是因為one room 通常都要簽一個turn 就是一年之類 但我只租半年 那我覺得 我還要去幫他找人來租房子 我覺得很麻 因為我就說我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但是考試院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每個月當月這樣撿 然後你如果不開心你想搬 其實你也可以搬出去 也可以搬出去 對 其實真的有很便宜的考試院阿 那看你個人一個人預算 因為我有朋友住過真的很便宜的考試院 結果他說他進去之後 大概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的一些私人的衣物就不見了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太可怕了 對 所以他就連夜搬出去 所以考試院大家找的時候 還是可以上網看一下 有您住過或分享的 我那時候是申請 一種叫做FreeC的卡片 那他就是for外國人專用的 但是我最近都沒發他的消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沒有 因為最近EGSIM卡比較正門的 對 我那時候申請那個卡就是for外國人專用 然後他裡面有一些錢可以打電話 那主要就是儲值型的 就是你儲值多少錢 然後就可以用EG 那用完再去除這樣 我覺得還算蠻方便的 對 那我自己是用EGSIM卡 這個是還蠻多 短期旅客會用的一個SIM卡 那因為 因為其實有一些 其實我有登錄證 所以有一些有登錄證的 國外同學他們其實會辦偶來的門號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是剛到的時候 我就想要立刻擁有一個門號 我在還沒有登錄證的時候 所以我就先拿了我的護照去辦了EGSIM卡 那我自己用的覺得蠻方便 而且他有那個APP是可以直接 線上加值 然後可以直接把你的網路轉成通話 而且也可以用一些免費的OLED WIFI 所以我就一直用這個EGSIM卡 用EGSIM卡用了半年這樣 我就每個月到就加值 每個月到就加值 這樣子 就是反正我那個電話還是沒有辦法購買一些 韓國一些東西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我還是會覺得有點麻煩 那所以我覺得你們大家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嗯 我會選這個只是因為我覺得 它用手機APP很方便 就是自己加值 然後可以自己線上看這樣 那那年的是十週的 所以是一年會有 一年會有四次 會有春季班秋 春夏秋冬會不同 那那時候上的是夏季跟秋季班 那基本上就是十週嘛 那我之前夏季的時候大概是六月多開學的 然後我的秋季班是 差不多好像是九月份多開學的 對 所以基本上 因為每間學校 它的那個漁學堂開始 開課時間跟 報名時間 還有分班時間 其實都不一樣 因為學校是太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說你想要上的那個學校 那基本上大概都是一般正規課程大概都是分春夏秋冬四個不同的季節 然後都是差不多十週這樣子 但有的比較短 像據我所知好像成軍館的就是周數短一點 但是成軍館它一天上課時間比較長 那因為像正規課程的部分 每一間學校的比較相似啊 時間比較相似 那短期課程它的落差蠻大的 因為根據我 因為我那時候是2013年找資料 我一開始說梨大之後也有看其他學校 我記得當時像是 泰陽大學好像就是只有兩個週吧 那梨大都是固定三週 那以梨大來說 他們每一年其實很快就會有資料 在他們的那個語言教育中心的網頁上面 那它以現在我們2016年的話 它是七八九月都有 就是夏季的時候暑假 這時候通常人都會比較多 再來就是到1月2月3月4月 然後七八九月 就是冬天的時候好像 10到12月的時候好像沒有 那這個部分就是在梨大的網站上 就是語言教育中心的那個網頁都可以查得到 還蠻清楚的 包含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開課啊 然後什麼時候報名截止 什麼時候分班考試 其實它資料都有表格還蠻清楚的 有些人會問說功課多不多啊 學校的上課方式是怎麼樣 例如說可能口說比較多或者是文法比較多 那因為這一題要牽涉到的內容真的是 還蠻廣的 因為我覺得可以跟大家介紹說 例如說學校的可能怎麼分班啊 上課方式啊 然後或者是你其中其末啊 有沒有作業多不多啊這些 因為我覺得這些細項講下去 我們現在這影片已經錄很長了 然後再講下去真的會太長了 就是變成像魔界一樣上下 123級 123級這樣三部曲 所以我們之後會有各分享一個 就是我自己念語學堂 短期課程的更詳細的細節跟心得 然後娜娜也是 那我也會準備一個 就是我在首爾市立大學念書的那些心得 對所以到時候就是真的有想要出發去念 短期課程或者是語學堂的話 就可以鎖定比較詳細的影片 裡面包括就是我可能教材 或是那時候老師上課的方式 然後我跟同學的一些互動什麼 我們都會在那個影片裡面 比較詳細的分享 那我們影片剪好之後 都會放在下面那個inbox的資訊欄 對 我覺得這個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有一些同學他就是 真的是還蠻 口說還蠻有天分的 所以他其實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些朋友是 他可能兩個朋友他都是學 都是在這邊大概學了半年 但是有一個他真的說得很流利 他還可以後來出去接人家的那個家教 就是教韓國人 對啊我覺得蠻強的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他就是 可能還是說話卡卡的 就是有時候我在跟他對話的時候 我好像還要去猜一下他大概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可能因人而異這樣子 因為我是遇過有人問我說你學完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變得韓文很好 我是覺得多少都有一些幫助啦 因為你畢竟你已經到了韓國 到了那個環境 你不只是上課全韓文 你在生活的時候也都是接觸到韓文的環境 我覺得一定比你在台灣就是去上課 然後待一個月一定有幫助 因為基本上呢大家去學語言都是 去學韓文的都是外國人 那你在課堂上會認識的韓國人 可能就只有你的老師 對 因為真的就是同學都是 例如說日本人啊 可能又有中國人之類的 所以你要很直接很頻繁的接觸到韓國的韓國人 或是韓國朋友韓國同學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有些學校會安排學班 像我們學校就有學班 所以到時候我也會在我就是 介紹的時候西大學的那個部分 然後跟大家分享關於學班的部分這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呢 當時是也蠻想認識一些韓國朋友 所以我就有用網路上一些可能APP交朋友 但是基本上我也都沒有出去見面 然後我有去我們學校附近的那個教會 因為教會其實也是可以認識韓國朋友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有信教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方法 我知道像新春還是宏大那邊 他們就是有固定並起的那個語言 就是中韓的那種語言交流的部分 對我覺得大家自己也可以參考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是挑就是 我們討論過後覺得最多人問的十個題目 然後大方向的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相當上他也有接受到很多人會問的 有一些人會寄信問我說 我想要申請韓國的那個大學請問怎麼成功 但是我大學就是在台灣念的啊 而且我也沒有要在韓國念大學 或者是我目前也沒有階段 沒有計畫要去念研究所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會去研究這方面的資料 對如果你真的有確定想要在韓國念研究所或是語言學校 其實學校下面應該都會有E-mail 你可以自己直接去詢問 那今天我們就是準備了十個問題 然後都回答完了 都是很大方向的回答了 但是應該有解決到大家的一些破破 那之後呢就是下個禮拜 其實就是下個禮拜 我們就會分享 我是分享我在理大上短期課程的時候 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 剛剛也有講過就是可能包括教材 教材啊分班考試啊上課方式啊 然後甚至宿舍啊學校設備這些的 那娜娜會分享 其實我會分享的跟大家分享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準備了一樣也是十個問題 然後主要是針對你想要去 就是你在考慮你要不要去念這間學校 那我們會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就是一樣也是以我們自己的觀點出發 然後跟大家分享 像我一開始手上這個 這是我們學校的課本 對然後到時候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念語言學校的一些新的 然後包含就是我們會再詳細的介紹 像文化課程啊或是期中期末啊 然後作業多不多啊這類型這樣子 對所以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跟語學那種短期課程有關的 記得在手訂我們頻道 對要訂閱要按訂閱 因為它下面會有一個鈴鐺 然後記得按下去 然後看它看起來像是想的樣子 那就是會通知你 就是只要我們上傳影片之後 就會通知你們 對所以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就是會問說你直接去學什麼 就是會問說你直接去學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